這樣就可以 所以大家需求是這樣 就是先下載資料 然後插入你要的欄 那這些欄其實跟後面的樞紐分析表很有關係 因為我們後面基本上就是要 這一欄的話其實年是統計什麼 統計這一個 那區的話是統計這一個 路接道是統計這一個 所以其實前面的欄跟後面的樞紐分析表 是有一個關係的 那也就是將來你要插入欄 其實都是後面要用到 如果後面不用的話 你根本不需要這東西 所以這互相是有關聯性的 那所以後面的話 當然我需要根據這一個年 然後產生這個樞紐分析 有沒有這個地方的話 我希望按下它 它幫我產生什麼 產生我要的那個結果 OK 把它提一下 因為剛剛有同學有問題 所以我就故意弄一個錯誤的狀況 模擬一下 第一個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那第二個的話是這個 各區的比例圖 哪一區 然後各佔比多少 那這邊這個可以把它拉開 這個叫炸開有沒有 OK 把它炸開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路接道的直條圖 不過路接道直條圖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邊會出現什麼 執行呼叫錯誤 然後呢 它這邊有一個 所以如果你們可以的話 它說引述不正確 OK 有沒有 呈呈呼叫或引述不正確 你可以按針錯 它會出現錯誤啦 所以以後 你只要出現這個錯誤 你可能就是看一下到底哪邊出錯 因為剛剛同學好像也是這一行 我一看就知道應該是這個地方 應該沒錯了 那其實錯的原因喔 其實主要跟版本有關係 也就是你可能用的版本比較新 或也可能比較舊 也就是跟我們現在用的版本不一樣 哪怕只是差很接近的版本 但是我覺得蘇柳分享 這個地方就比較容易出錯 所以你只要看到它的參數叫做版本的 你就把那個參數刪掉 其實問題就解決了 要不然就改低一點的版本 所以版本在哪裡 你們看到Version 有沒有 冒號等於8 那我發現好像 在我們這邊錄製的版本好像是6 我自己家裡用的是變8 所以我換一個地方發現 這個地方就不OK了 那怎麼解決 要不就把它改成6 要不呢 還有一個一勞永逸的辦法 有沒有 直接把它砍掉就可以了 豆點後面Version 冒號等於8有沒有 Delete掉 OK 記得喔 Delete掉你要記得 包含豆點跟它的 冒號等於前面就是引數啦 OK 所以它不是跳那個引數不正確有沒有 主要是說它不知道有8這個版本 我在想說因為我們這邊可能最多是6 結果你給到8 它根本不知道8是什麼版本 所以會出現錯誤 OK喔 所以要不就把它Delete掉 然後後面這邊有個Default Version Default Version就預設版本 這也把它Delete掉 好 理論上喔 這樣應該就可以徹底解決那個 因為不同電腦版本的錯誤啦 那這個當然如果你沒有換一台電腦你不會知道 可是如果你換一台電腦你大概就會知道 喔 原來我的程式在自己電腦跑都順順的 可是換一台電腦之後就不順了 的問題發生喔 OK喔 好 所以我這個時候把 豆點Version 冒號等於8 跟Default Version把它砍掉 這個時候呢我再去讓它OK呢 我按F8好了 如果F8按一下它可以過 沒有出現錯誤的話 那表是OK的 我試一下 有沒有發現錯誤馬上解決了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因為這個坊間書籍也找不到答案 那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經過大概十四革命之後 終於知道答案出來這裡 其實我剛開始也不知道 其實為什麼一直卡一直卡 後來我用拆的 因為我想說會不會是因為版本的關係 我就把它試一下 發現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OK喔 所以這個有時候 這個是血淚的經驗得到的答案 我不知道為什麼知道 因為我可能試的時間比大家還多很多啦 OK 然後其他的話就不管了 直接把它Run一下 就出來了有沒有 前十名 好 那最後的話就多一個東西啦 多一個把舊的刪掉 這邊有個刪除 資料就是這個以外的工作 就是前面的東西把它刪掉 好 那所以剛剛主要 所以假設說你會出現剛剛的錯誤的話 請你檢查一下 就是那個豆點version 冒號等於有沒有 那如果說在你現在電腦裡面 沒有出現錯誤啦 不過我建議你乾脆還是把它刪掉 因為有可能你換一部電腦之後 在這邊OK 但換一部電腦可能就不OK了 你們可以查一下 應該它那個程式應該會在哪裡呢 理論上應該會是在那個 就是什麼 樞紐表那個地方 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前面有那個樞紐表的話 就是畫那個樞紐表的部分 就是畫那個樞紐表 就是畫那個樞紐表 就這個地方樞紐表 然後理論上應該是在 所以add 新增工作表的下一行就這個 OK 那這個也被我砍掉了 所以這邊沒有了 其實這一行的話 其實主要是什麼 active 目前的 這個樞紐表是工作簿 只能是Excel的這個檔案 那Pivot Cache的話就是說呢 產生一個快取 那Create的話就是說 讓我產生樞紐分析表 所以其實樞紐分析表前置作業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先找找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就是說 其他的地方 像這些該怎麼做 還有如何刪除舊的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就是說 就是把那個折線都畫出 然後你會發現 像那個就是台北市的住宅切到 其實你會發現真的 從這觀點來看 700到100 其實真的減少了太多了 本來大概一天 一天有三個切到案件 變成三天才一個切到案件 那簡直當然是 快要是業不必戶了吧 OK 那只是說 我其實蠻想知道 到底汽車 機車 還有自行車 切到案件是不是也是 類似像這樣的線條 如果是的話 實在台北市的治安 實在太好了 OK 那再來的話 當然其他縣市 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其實我也蠻想知道 只是說 這可能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去整理吧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是這個上個禮拜提到的 這個竊道 然後各區 最後的話呢 就是這個路接到 前十名 那最後好像這個 我是沒有特別講 所以我再把那個最後 再跟各位講 今天的話主要是希望 我們可以把按鈕做出來 那另外請各位特別特別注意 按鈕的話 上個禮拜也特別跟各位講 你如果假設你沒有特別去設定的話 你的按鈕會跑 有沒有 會跑到右邊去嘛 所以記得一定要設定什麼 還記得吧 這個按Ctrl鍵把它選一下 按右鍵一定要呢 除成的格式 摘要資訊這個地方一定要什麼 大小位置不隨除成的改變 不然的話 如果你沒改的話 只要你插入欄 它就向右邊跑 哇 那每一次就跑 每次都跑 那你要把它拉回來麻煩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記得變更一下 所以 大概是這個地方 把它做一個 變更一下 然後 再來的話呢 我們 接下來看一下就是 最後把它刪掉一下 OK 所以今天理論上應該 比較重要應該在增加這個東西 我要怎麼樣 可以把 我的這個 加上來之後 然後呢 最後把它刪掉 然後呢 又可以回到 我們前面的地方 看是需要 重新下載 還是說 我要重新繪圖 OK 另外的話 有關那個繪圖部分 可能請各位再注意一下 比如說 如果你產生入階道 那你要入制的話 其實上個禮拜有特別講到 那如果說 假如你入錯的話 記得 你可能就是重新在 把它重錄一下吧 那上禮拜有特別強調 就是你可能要先彩排一下 那我再舉一個例 像上禮拜是這個樞紐表 那步驟的話 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1到5 OK 比如說以這個啦 比如說這個在第幾頁 第15頁的地方 我們以這個歷年的竊道折線圖來看 那這個產生的方法 當然你可能最好彩排過 然後開始錄製 那錄製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說 動作比較多 而且修改的話 可能有一些訣竅 我再把那個重點 幫各位複習一下 其中的話 第一個 你先彩排一下 比如說你要怎麼做 然後我們假設彩排過之後 你OK了 那才可以錄製 所以動作的話 1 先把游標 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然後確定你有這個藍位 藍位的話 你不要這樣選 你游標放裡面就可以了 插入 樞紐分析表 然後再拖拉藍、拖拉列 我直接錄製好了 這邊有個錄製劇集 那我直接改一下 這個叫做樞紐表 因為裡面已經有了 所以我把它覆蓋過去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前面假設有做錯的 NG的 我是建議 你乾脆重錄算了 有時候還甚至比較簡單 然後把它覆蓋一下 那做的方法 1 插入樞紐分析表 2的話 這個按確定 範圍OK 再來的話 請你把黏拖拉到 特別是喔 如果你是錄製的話 我是建議你先拖拉到直 再拖拉到列 OK 那主要的原因是 如果你假設 先拖拉到列 再拖拉到直的話 它錄下來的程式會出錯 這個原因我也不確定說到底是 好像是那個物件名稱會重複的問題喔 所以這個也是個小訣竅啦 因為我路過很多遍 後來發現喔 錄完之後一直執行有錯 但是怎麼改比較簡單 後來發現先這個 再這個 這樣就可以避開 這個算是一個小技巧吧 OK喔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把這個標在102、103標顯示 所以這邊的話 把列標籤右邊的箭頭點一下 然後呢 把102、103打勾取消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把它 開發人員聽著錄製 找到那個 找到那個 我們剛剛 錄的名稱叫做 樞紐錶嘛 所以如果你剛剛錄製的名稱 你可以在句集裡面找到樞紐錶 然後按一個編輯 你會發現你剛剛錄的東西在這裡 OK喔 然後錄下來到底哪一些要改 其實我上個禮拜有特別講啦 不過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第一個的話上面的註解可以先 delete 掉 然後呢 通常我大概改的地方有幾個 第一個 我會在add的下面增加一行 這一行敘述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什麼 新增它的工作表名稱 也就是說呢 上面那一行叫 schitz.add是什麼 就是新增工作表的意思 所以工作表新增之後 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這已經錄製完了 新增工作表之後呢 那我就把它的名稱改成叫這個 歷年竊道折現圖 所以我按了一部8 直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新增一個 它現在已經到工作表25了 那你不能永遠都 下一個變26 所以呢我把名稱改一下 改成叫 歷年竊道折現圖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就被改了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在執行的話一定會發生錯誤 幾個地方錯了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rush有沒有 我剛剛錄變6了 我在別的地方變8 所以乾脆講把它砍掉算了 這樣的話一勞永逸 這個可以改 還有哪些地方可以改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個工作表24 驚嘆號 你想說這邊哪裡有工作表24啊 對它每次都加1 所以下一次變25 下一次變26 所以永無止盡 那其實你可以觀察一下 這個參數的名稱是什麼 table destination table是表格 意思是說啦 你那個樞紐分析表到底要放哪裡 當成是它的左上角的位置 其實這邊意思是說我放在哪個工作表的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其實啦 目前我想要放在這個工作表 所以你就不用再特別敘述說哪個工作表 所以其實跟各位講 你可以把工作表多少 經濟探號把它delete掉 這樣就ok了啦 其實不用改太多 另外的話 R1 C1 你想說老師R1 C1 這什麼東西 其實R就列啦 C就藍 所以其實就A3 這個是A嘛 C1指的就A藍 R3指的是第三列 ok 你說老師那這樣我看起來很不太容易理解 那可不可以改 所以你會發現 我在雲端上面 我把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Range A3 ok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 當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改 其實你不改也沒關係 反正他都看得懂 ok 所以A3 有沒有這樣 這個地方 ok 所以你用剛剛的方法可以 這個方法也可以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寫法 中國阿弧 A3 這樣他也看得懂 也就是說 E-Sale裡面 指向儲存格 有至少三種方法 沒有 等一下有Sales 不過我就不多講了 那哪一種方法你比較習慣 其實我個人比較習慣是這個Range的方法 ok 所以你自己想一個方法 你可以習慣的 然後這個Range A8 所以這個 這一行就過了啦 有沒有他其實這個 其實就是幫你產生這個東西啦 那這東西要幹嘛的 就是拖到值 拖到列 幫你產生樞紐分析表 那接下來的話 底下這幾行 這個是哪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這個工作表 沒有嘛 所以這一行 這一行 WITH 到ENDWITH 其實這些都可以刪掉 所以 我上個禮拜跟各位講 這些一直到這裡有沒有 這些通通可以刪掉 那底下這些到底是幹嘛的 其實都預設值 所以你Delete的掉沒關係 ok 要把它重新 那還有哪些可以刪的 其實跟各位講 另外下面這個WITH 到ENDWITH 這個其實也可以刪掉 這個好像也是預設值 所以留下來的 我想各位應該比較看得懂 這個是新增工作表 重新命名 然後建立樞紐分析表 然後底下這個的話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拖到值 這個就拖到列 這個的話就隱藏102、103 所以最後你會發現 我在雲端白板上面 那邊的第15頁的地方這邊就有 第2有沒有 一直到第5的地方 實際上就是把剛剛的程式碼怎麼樣 把它加上注解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 最後看到的結果貼上好了 其實就是在每一段程式上方 加入了注解之後 有什麼差異 你會發現瞬間程式就變得很親切了 然後之前就有同學說 所以我突然看懂程式了 我說其實你是看懂注解吧 ok 其實你當然程式的話 你還是不太懂 不過沒關係 你多看多寫 其實慢慢就熟悉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程式在執行一下 所以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如果改完之後 你會慢慢執行 ok了 那你想說 老師這個注解 為什麼從2開始 主要原因是這樣 如果我現在執行一次 如果我再執行一次 會怎麼樣 它出現錯誤了 錯誤原因何在呢 因為工作表名稱不能重複 所以這邊已經有了 你又一樣的不行啦 所以這邊出錯 名稱不能叫這一個 所以我就在這個上面想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就是我要新增工作表重新命名之前 我先把舊的名稱刪掉 所以你們可以在雲端上面這邊 一一的部分 這個地方實際上 就是做一件事 就是幫我把這個工作表 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就去一點看 做什麼事呢 檢查一下有沒有這個名稱 有的話就幫我刪掉 所以你會發現 他幫我檢查 這個第一個是不是 不是 第二個是不是 是 所以幫我刪掉 然後呢 再去新增 再重新命名 再增加樞紐分析表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不會有錯誤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程式不多 但是我覺得都還蠻重要的 所以請各位再試試看好了 就是把剛剛這段程式碼 再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是把這個樞紐表 放在雲端上面的第15頁的地方